态度决定一切 高考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 在漫长的人生路上 这可能是你最后一次 或者说是唯一一次 能够从一个有答案的考卷上 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那么高考制度对我们人生将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大家好 我是旅居美国近20年的顾女琼博士 今天我在美丽的皇室国家公园 但是我今天谈的并不是皇室国家公园有多美丽 因为国内的高考将近 我想对即将参加高考的高三学生们 从一个过来人的角度上来谈一下 高考制度对我们人生将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和方法来迎接高考 以及高考之后的挑战 那么我是1996年参加高考 2000年之后出国来美国读博士 现在我已经是西雅都的资深工程师 以及资深地产经济 我还有自己的学校 能够给学生们发留学签证来美国留学 那么从我的角度来看 20多年前 接近25年前的高考 我应该是怎么来看待它呢 首先我认为高考制度并不是像 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 应该被立刻完全放弃 或者说像有些人那样说的 是你人生中唯一的或者说是不可取代的一个终点 我想说人生的路很长 其实高考也是需要不断的思考和不断进步 哪怕你在高考中取得了好的成绩 你之后也需要不断的奋斗来达到更高的目标 哪怕你在高考中没有达到你 或者说没有实现你想要到的高度 那么在之后你还是会有很多的机会 能够提高自己 那么在这里我首先要谈上几点 首先这个高考的确 并非是我们才有的 从我的角度看 或者说从我目前的经验来看 在各国家 欧洲美国 日本印度都有类似的制度 对年轻人来说 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 你要知道在漫长的人生路上 这可能是你最后一次 或者说是唯一一次 能够从一个有答案的考卷上 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或者说你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 通过自己的勤奋与思考 能够拿到一个超越别人 唯一的一场考试 那么我们当回到高考之上来说 中国的高考其实有若干个非常好的地方 因为是从我从美国做工程师的经验来看 那么在中国高考的话 我们本身的教育制度 以及高考制度 实际上对大部分学生 或者说大部分的年轻人 有一个很好的锻炼 我所说的锻炼就是 在理工科方面 我们有了比较扎实的训练 因为对学习来说 并没有什么捷径 很多的时候 你是必须要重复 重复再重复 因为这些艰苦的锻炼 会让你成为一个 非常好的工程师的基础 也就是说 如果你要成为一个工程师 你要改变世界 改变自己的生活 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的话 这些其实打初中 甚至小学开始的一些基础的数理化训练 其实是完全有必要的 并且高考的另外一个很大的作用 其实是对人的心理上的锻炼 就是说你需要面对一次考试 这次考试有可能你不能再重来 或者说重来的代价非常大 那么你怎么样端正一个态度 来对待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用一个持之以恒的态度来解决 或者说来最后面对这个考试 取得自己满意的成绩的话 这实际上对你个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提高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 我愿意来分析一下 很多人说 为什么出去找工作 人家就喜欢招收985和211的学生 其实并不是说 他们在985或者211里学到了 和你不一样的知识 而是说他们通过这种严苛的选拔 进入985211之后 他们对人生对工作有一种非常好的态度 那这种态度就是坚持提高自己 永不放弃 要朝着一个目标不断训练 你想一想 是不是从高一到高二到高三 最后你参加可能是人生唯一的一次高考 那么你在程中不断的训练 可能你会感到非常枯燥 你会感到非常无聊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你的精神或者说你的思想 在这段时间里面得到了非常大的锻炼 也就是说你变得更坚强 或者说更愿意接受 生活本来就是一个非常艰苦的挑战 以及你要获得更高的成绩的话 你就必须要接受这种枯燥的训练 这也就是说实际上在高考上面 两大优点 一个是可以对你人生一种思想上的改造 另外一个就是说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能够通过一次考试来验证自己 当然了 我最后还想说 其实高考它并不是生活的终点 在之后你掌握了这些基本技能之后 当高考通过一种方式来训练了你的技能 和你的生活态度之后 之后的生活还需要你进行自己的把握 高考只是说我给了你这些基本的技能 给了你这些基本的态度 那么你之后还要以对待高考的态度 来对待人生中每一件重大的事情 你的工作 你的生活 可能你的婚姻 你的家庭 你都需要拿一种你年轻的时候 十五六岁那一种战战兢兢的态度 来对待高考 这样的话我相信你的人生一定会非常快乐 那么我在这里其实也是希望大家也不要过于紧张 因为现在社会也给了学生们 或者给了年轻人们很多各种各样的机会 那么如果你不想参加高考的话 你可能也有别的机会能够养活自己 或者说能够达到自己的目标 但是我想说的是 其实高考的重要的意义并不是说通过一键定终身 而是希望通过两年三年对你一些你看上去可能很枯燥的训练 你获得了一些未来的生活的技能 以及工作生活的态度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正如我们之前以前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教练所说 足球教练所说 attitude is everything 态度决定一切 这也就是非常重要的 高考其实是希望你在年轻的时候塑造一个非常完好的态度 或者说一个向上的态度 你能够对待人生 不会轻易放弃 不断提高自己 不断的修正自己 最后达到一个完美的结果 那么这就是我希望对大家最好的祝福 希望今年的高三学生们能够高考顺利 虽然说可能说最后的结果人人不一 但是希望大家能够记住我所说的话 高考这件事情最重要的是 锻炼了你的技能 锻炼了你的方法 锻炼了你的思想 未来的路还很长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努力 在将来能够有机会放松 来到这个美丽的国家公园 和我一起来看一看这个世界 谢谢 感谢大家 希望大家能够点赞评论 如果你们家里人有高三学生的话 能够有一个完美的考试 来迎接未来人生更多的挑战